这些走在红地毯拍照并接受众多国际媒体竞相采访的导演和主要演员都是华裔 但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来自中国的作品 而是美国片《别告诉他》《The Farewell》 这部影片在Sundance电影节中举行全球首映 近年有超过60名幕后的亚裔电影工作者带着新作品出席影展 Sundance不单单是一个影展 它也是一个电影市场 不少独立制作的影片就是在这里找到买主 《The Farewell》就是以七位数的价位找到买家 观众可以在不久后在电影院看到这些新作品 其中最受关注的亚裔作品应该就是这部《The Farewell》 之前讲述一个美籍华裔因为在中国的祖母即将病逝 为了不要告诉祖母病情但要全家团聚来见祖母最后一面 而举行一场所有家人都出席的婚礼 因为有一个风险的风险 我认为很激动 也很感到很骄傲很自豪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去为我们亚裔的世界亚裔的演员来呈现我们亚洲的故事 让别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另外我们有这么多很出色的艺术家在世界各地为大家做出贡献 感到很激动很自豪 另外一部参赛作品《Miss Purple》出自美籍韩裔编剧导演 Justin Chun的手笔 这是他导演的第二部电影 两年前的处女作《Gook》也同样在Sundance行展中首映 今年的Miss Purple讲述一名在洛杉矶的韩裔少女 为了要赚钱照顾病床上的父亲 而在韩国城的卡拉OK当陪酒女郎 也必须和离开家庭的哥哥重新接轨 内容同样是紧贴亚裔心态的一部作品 Achie 无法判断出赛作品 当一个美国当一个美国在美国中看剧 有什么特色的事 我相信 there's also something that… 有什么相关的你会 com斯众的 有关系的角色都是从大多数次线里的作品 不得从 big blockbuster 因为你很专门的故事 的故事,因為它是個人的, 它是非常... 你也很... 很純粹和實質, 而是我們的文化。 二十六台記者歐志州在 猶他州Park City的採訪報導。 Zither Harp